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Example 4 它說呢 叫我們證明底下這個式子 By mean value theory 由均值定理 叫我們證明這個 sin b-sin a 小於等於 b-a 這個absolute value of b-a 那for all ab belong to r real number 就是說ab如果全部都是實數的話 那麼 底下這個式子呢 一定成立 sin b-sin a 對於正義的ab而言 都成立 那我們這個題目怎麼證呢 首先呢 我們就讓這個f of x 讓它等於sin x 這裡面牽涉到sin函數 好 所以我們讓這個f of x呢 是sin x 那如果f of x呢 它等於sin x的話呢 首先呢 第一個呢 就是呢 我們就知道說呢 這個f呢 也是continuous 這個sin函數呢 它在整個時數呢 都是領序的 那另外呢 f呢 它在這個 整個時數上面呢 也都可為分 differentiable 在整個時數上面 因此我們說呢 對於任意 任意的ab呢 屬於r 那我們一定會存在一個c 使得呢 這個c如果介於ab之間的話呢 它會使得這個f prime of c 等於這個f of b 減掉這個f of a 然後底下是b-a 那這個式子呢 一定成立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以這題來說的話呢 b-a呢 就是b-a 那fb 你就把這個x帶b下去 好 那麼所以這邊就是sin b 然後f of a呢 就是sin a 好 那f prime c是什麼呢 f of x 它是sin x 所以f prime x 你把三以為分以後呢 它就變成了cos x 把三以為分就變cos x 那所以呢 f prime c的話呢 它就是cos c的 它就是cos c的 好 那這個證明呢 做到這裡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 因為這邊牽涉到絕對值 所以呢 我們最後呢 就在等號左右兩邊呢 同時掛這個絕對值 那因為呢 cos c cos c呢 這個絕對值 cos c 同學都知道呢 廣義的三角橫數 這個cos x 它是介於 正1到負1之間的 介於正1到負1之間 那因此呢 我們知道呢 cos x呢 它的絕對值呢 必然會小於1 對任意的x而言 那所以cos x 只要任意的x呢 它是時數的話 任意的x是時數 那麼cos x呢 它的值必然會小於等於1 那因此呢 這個cos c 它也必然會小於等於1 那所以呢 你把這個分母呢 移向過去 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sin b 減掉sin a 它的這個absolute value 必然會小於等於 這個b減掉a 變得小於等於1 b減 a 的絕對值